为了慰绕及感谢在原住民部落第一线服务的志工 掌声响起向原民社工致敬的社工日活动 求后上午举行 受奖肯定多位在原乡部落服务的辛苦原民社工 也分享彼此在部落耕耘多年的经验和历练 4月2日社工日是社会工作人员的重要节日 化临幸福原民处9日串联辖区原民家庭服务中心及相关单位 举办掌声响起向原民社工致敬社工日活动 表扬51位社工人员感谢用心付出 让个案重新站起来面对新的人生 当中有服务年资超过10年的资深社工 也分享台铁事故后前往协助的心得 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陪着那些家属到事故现场去找混 因为这是我不是那个信仰的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第一次的体验 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看见 所以就看到他们进行招混的仪式 我觉得很多都会带给我一些人生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就觉得很多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能够预料中的事情 就像我一直做社工以来的生涯当中 我们看见的很多都是家庭的一些不一样在我们的一般 我们认为的平常的生活的状态下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 我这个社工生涯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一些人生的念头 其实做社工是我一直以来就很想做 从高中就生受辅导老师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我妈觉得你只要做对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然后一直服务到现在都觉得自己能够服务族人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做原住民社工唯一最大最大的优势就是 因为我们懂他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也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血脉 所以我们会更了解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是别人一般主流社会是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我也很希望在我的社工生涯里面 能够帮助这些我们的族人 可以看见他们最低的需求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走进他们生活 走进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早安汇报就是 他们会聚在一起营救欢唱的时候 我也会走进去 因为这是一般主流社公司看不见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优势 然后我们可以更从他的生活当中 看见他们的需求 我们针对他的需求 我们向上就是向上反应 然后来能够因应他们的需求 我们能够提供最大的实质帮助 无论是以前是从家父中心 或者现在成为原家 其实什么名称都一样 我们都在做社会安全化这个部分 五十一位受奖者分别来自花莲全县南到北 期盼透过表扬活动 彰显社公的价值 也期免所有社公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共同守护更多原民族人的幸福 接着讲方言华临时报导